如果說以台積電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還是認為他今天的擊掌之後 也是過熱 再加上投資朋友你要留意 明天會有期貨的月結算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大漲拉台 創高之後 明天選擇權的莊家 上面的莊家 他會防守 他不可能讓他的一個空單 不會一直賠下去 外資期貨本身也是空單 所以呢 在今天的創高拉台之後 明天要小心會有他們的一個 防守的賣壓 不是說盤會怎樣 只是說他會防守 那你只說往上走他就會打回來 這個部分是期貨月結算的一個狀況 這邊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明天一定要留意 盤中擊殺的一個情況 但是整體來說 多方趨勢沒有改變 一樣建議大家持續的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簡單操盤 簡單獲利 我是龍哥 今天台股再創新高 哇 昨天沒股其實還好 但是台積電的 ADR是呈現大漲的情況 所以呢 今天台積電再度創高 最高來到950元 今天帶領台股呢 持續的往上去做攻擊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還是一個資金的輪動啦 例如說 台積電昨天呈現休息嘛 然後今天再去攻擊 再把指數往上帶 這個還是一個多方的健康輪動 所以 我一直告訴投資朋友 只要多方趨勢沒有改變 你也不用去預設他的高點 不要去預設他的高點 反正主要還是在選股嘛 除非說你有做指數的朋友啦 但是現在就是多方趨勢啊 多方趨勢沒有改變 就是持續的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啦 如果說以台積電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還是認為他今天的急漲 之後也是過熱 再加上投資朋友你要留意 明天會有期貨的月結算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大掌拉抬 創高之後 明天選擇權的莊家 上面的莊家 他會防守 他不可能讓他的一個空單 不會一直賠下去啦 再加上期貨 外資期貨本身也是空單嘛 也是流昌空單的一個情況 所以 在今天的創高拉抬之後 明天要小心會有他們的一個 防守的賣壓 不是說盤會怎樣 只是說他會防守 那你只說往上走他就會打回來 他一定會有一個防守的情況 這個部分是期貨月結算的一個狀況 這邊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明天一定要留意 好不好 一定要留意這個盤中擊殺的一個情況 因為會有一個上方都會有一個賣方的防守 會有一個賣方的防守 但是整理來說 多方趨勢沒有改變 一樣建議大家持續的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那當然資金會輪動啊 像今天指數說實在話 你看現在指數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好不好 指數你看最高來到22787嘛 這個創高啊 但是目前是漲了221點 但是這個指數的確 大部分都是從台積電所貢獻 那很多的股票其實漲不還好 那今天的上漲加速跟下跌加速差不多 差不多 代表什麼 其實很多股票跌滿深的喔 因為台積電佔了大多數的指數 這個漲幅嘛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資金輪動 那資金輪動的時候 你不用追嘛 但是資金輪動在拉回的時候 你趁機去布局 是不是就有更大的上漲空間可以期待 你不要追嘛 你今天你買 你今天例如說趁機去買什麼 買有回測的 買資金輪動 現在在全資股 那中小型股在回測的 或者說昨天漲今天回的 那你趁震盪的時候布局 就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就有更大的上漲空間 那當然啦你說今天來講的話 漲幅比較多 你看嘛台積電 我們來看 它最高漲到950元 950元 那目前是944元 基本上就是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創高嘛 你看嘛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嘛 950元嘛 一個創高跳空缺口嘛 那今天這個跳空缺口出來一樣 開始過了 明天 剛好 我認為啦 我認為啦 剛好配合期貨的月結算 所以它會震盪 它會震盪 其實最近資金輪動很快 例如說什麼 你看3376 新日新 很強欸 其實它真的算很強 以軸承來講 它算非常的強 你看它一路從150 漲到273 或者說 前面不要看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來講 從月線 月線185 涨到273 這真的非常的強 它是強勢股吧 以這線型來看 它強勢股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是你看今天 你看我放大來看 但是今天怎麼辦 你看一根黑K棒就殺到跌艇 這就代表說 目前來看 目前來看 很多資金來講 做得很短 做得很短 往上走 漲幅一拉開 獲利一拉開 然後呢 就先賣嘛 先跑嘛 先獲利放口袋啊 所以你看嘛 才會拉拉拉 這很強 這強勢股吧 但是你看一根疊一根殺下來 當然我認為它還是強勢股 只是說 它 容易被賣了嘛 因為它漲幅大 這就是資金在輪動 資金在輪動 所以 急漲的你不要追 像台積電這樣子 已經拉高到這了 我一直告訴大家 台積電的操作策略很簡單 它產業趨勢往上 沒有問題嘛 那 它又是股本大的個股 你不能追 它要幹嘛 拉回賣 有沒有 上禮拜在這邊 在震盪的時候 它在修正五日線管理 我就說好 你之前沒買沒關係嘛 想買的人呢 趁震盪的時候買 今天這樣跳空開高是讓你幹嘛的 讓你先收割的 如果你想做價差 當然如果你說 你是做個存股的 長期放了 當然你就不用理它這種震盪 但是你也想要賺一點價差的 像今天的跳空 這都是可以先獲利放口袋的事 但是 拉回你要把它買回來 拉回你要把它買回來 好不好 所以台積電操作方式 往上賣 往下買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當然你看最近最強的 還有中電族群嘛 你看中電族的華城 當初我們在6月底 6月初 不好意思 6月初 跟大家做個報告 我們在端午節前 我在端午節之前 還送給大家 重電的產業報告 你看端午節前 有誰在講重電 有誰在講重電 沒有人啊 好像只有我 好像只有我 因為你看他這樣 根本沒在漲 誰會講重電 只有我 我上前線百分百也漲 上股市現場也講 上廣播也講 然後端午節前 還製作了一份 重電產業報告 送給大家 有來索取的都知道嘛 我給大家看嘛 你看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多少 華城多少錢 696元 696元 我就跟大家講重電 不後蘭吧 這都有錄影存證的 不能亂講的 你看696元 我在端午節前 送給大家這份 重電產業報告 華城 696元 今天 應該說昨天是最高 九百六十四元 我們算七百塊就好了 一張可以賺兩百多塊 一張可以賺兩百多塊 我不是在上漲的時候 告訴你們重電吧 我是在股價下跌 有機會打底 那時候我跟大家報告 重電產業趨勢不變 股價跌了三四成 這個叫做浮現投資價值 沒錯吧 那你看 最近的重電是不是就很強 那他現在在比拼台積電 他昨天股價超越台積電 那今天台積電上來 其實兩個差不了多少 那這邊來講話 你說要買誰 很多投資朋友就問我 那到底要買誰 當然你要以一個 以一個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華城的股價 從七百塊這樣漲到九百多塊 第一個漲不大了 說實在話漲不大 第二個什麼 本益比開始過高了 在六百多塊的華城 我告訴大家 他有投資價值 但是在接近千元 現在大家又在講嗎 他要成員千元股 當初在988的時候 也是這樣講 但是說真的 他現在股價到950元這邊 960元這邊 本益比過高了 本益比真的過高 他今年預估獲利16到18 當然明年還會持續成長 但是我說了嘛 我習慣都用今年的一個獲利 預估來看 因為明年很難講 時間還這麼長 例如你看我法輪報告好了 是不是也一直上修下修 一直挑著 所以你不要看那麼長 我個人習慣都用今年的預估獲利來看 那今年預估16到18 你說到900多塊 本益比真的很高 本益比真的很高 好不好 本益比真的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不會再建議大家 這時候再去追華城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創高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畢竟他是強勢股 我一直講強勢股是可以操作的 拉回買 收好一個停損 例如好 你今天買 停損收哪 就今天低點889 就用今天低點當做停損點嘛 那今天低點當停損點也才3%多啊 了解我在說什麼啊 投資朋友 你在操作 你在投資的時候 一定要先想什麼 一定要先把風險擺在第一位 你要先想好你哪個點位你是要出場 例如好你要追華城 我沒意見 但是拜託 把出場點先設定好 例如華城我會建議就是今天低點 如果你今天才買的話 就用今天低點當停損點 當出場點 好不好 這樣你把風險控制住之後再來操作 第一個你也會比較安心啊 第二個你把風險控制住嘛 你不至於會出現大的虧損 但是除了華城之外呢 其實漲幅比較小 你可以留意其他的啦 例如亞歷 例如中心電 例如電線電纜的 例如1608的華樓 1603的華電或1604的市電 1504的市電 好不好 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 看自己風險的承受度 看自己風險承受度來做個操作 但是華城這個部分它是指標股啊 好不好它是指標股啊 那如果說你要用它跟台積電比 我個人是會選台積電的 我個人會選台積電啊 畢竟它產業趨勢是 畢竟好歹人家也賺三十幾塊呢 三十幾塊啊 華城才賺十幾塊 了解我在說什麼吧 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偏愛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目前 轉線也過了 也不要再追了 好不好 拉回買 拉回買 OK 那當然我說了 六月份 前面全肢股帶動 創高 下跌加速一直大於上漲加速 兩倍不好操作 操作難度很大 這很正常 但是六月的下半月 從昨天開 應該從上禮拜四開始 我在上廣播的時候 就跟大家提到 不一樣的 下跌加速開始 怎樣 低於上漲加速 也就是上漲加速開始比較多 雖然禮拜四那一天還沒有很多 但是至少 從上禮拜四開始 到今天 上漲加速目前都是大於下跌加速 這就是一個資金輪動的概念 OK 所以六月的下半月 這個是一個獲利的關鍵 前面上半個月你都沒賺錢都沒關係 都沒關係 因為難做嘛 賠錢也都沒關係 但是 下半個月你要把它賺回來 你要把它賺回來 OK你看重店族群就是很好的例子 或者你看我跟大家講的PA族群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今天還有一個族群低檔轉強的 大家可以留意的什麼 細字財 其實細字財我也跟大家講很久 就是跟重店一起講 你看我重店這一張 重店跟IP 風雲再起 有沒有 同樣 同樣你看我也是在六月初 跟大家報告IP IP就是細字財 那你看 我跟大家報告 那時候我跟大家報告創意的時候 股價在這裡 在這裡耶 大概多少錢 1300左右 那今天多少錢 今天最高是1690耶 1690耶 我跟大家報告的時候它是1300耶 有沒有 六月 五月多還跟大家報告 六月初也跟大家講一次 那你看3035致遠 有沒有 這個站回來之後 我是不是也跟大家報告 那天幾號 五月28 它也橫盤震盪很久 但是也慢慢上來 有沒有 所以因為細字財跟重店一樣 它的產業趨勢 持續的往上走 產業趨勢沒變 股價下跌三四成 浮現 投資價值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你不要去追高 如果你想找那種低檔股 也不是說跌升就好 不是喔 不是說股價下跌就是好 你要先掌握一個前提就是說 它的產業趨勢沒有變 但是股價是下跌的 這樣才有投資價值 而不是下跌就是好 好不好 投資朋友 這個一定要先搞清楚 所以細字財你也可以留意 OK 細字財也可以留意 然後再來這PA一樣 在整理也可以留意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講 資金要輪動了嘛 行看我們的股票 開始表現啦 coward的新挖者 我昨天有告訴大家 是哪一檔股票對不對 就是3580的有威科 今天創高 但是創高咧 馬上被殺 馬上被殺啦 其實現在很正常 現在大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 現在股價很多創高就馬上被殺 因為我說了 很多業內主力的資金做的比較短 不要說業內主力啦 就連外資都做很短 就連外資都做很短 所以呢 我說了你不要追啊 但是今天拉回你可不可以留意 今天你看他拉回剛好到五日線 這是標準的多方整理喔 這是標準的多方整理喔 那有威科 他本身是做散出型面板級的先進封裝設備 那輝打你看Coward現在傳出來要漲價 Coward是台積電的獨門技術 他要漲價 那 產能還供不應求 重點是產能還供不應求 漲價就算了 產能還供不應求 所以呢現在揮打 他已經要把部分這個產能 放到哪裡 這個先進封裝產能放在哪裡 放到這個 散出型的面板級先進封裝 然後投資朋友自己想 揮打當初Coward又公不應求 那他把產能轉出來 你認為這商機大不大 那當初Coward設備廠 在公不應求的時候 設備廠漲翻天 你看萬鈕100塊漲到300塊 星雲好像有100多漲到300多 有沒有都漲了兩三倍 那你說這個 散出型的面板級的封裝設備 有沒有機會複製這樣的狀況 我認為非常有機會 因為他 一樣喔 目前喔 也是供不應求喔 客戶也在追單喔 那你看嘛 他五月份營收連增多少 68% 創下20個月的新高 股價是整年一年半轉強 所以呢 抽馬面有了 基本面有了 技術面也有 那這種個股 你就要持續去做留意 我個人認為啊 你說他現在這樣創高 如果但是以長期來看 你看一下 是不是長期大底 這個是一年半的大底 一年半大底 就算你用1比1等幅去計算喔 至少也可以加30塊上去啦 1比1等幅計算 如果用技術面來看 用簡單來看就好 你不用想太多 用簡單來看就好 也有大概25塊到30塊 那25塊再35塊加上去呢 應該是要過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要79塊 OK 所以呢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 這個個股如果沒跌或實現 應該不用輕易的出場 應該不用輕易的出場 好不好 好這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那AI新標我跟大家講過 報告過的就是兩尾啊 兩尾一樣啦 他齁 你看 他拿到了 他目前認 他是電源的一個連接線 電源線 那AI伺服器用那種大的 大電力的電源線 這個認證要過的 要不然很危險啊 因為AI伺服器的功率高啊 所以呢他要用這種 有通過認證的大電力的電源線 那目前兩尾他已經拿到 亞馬遜跟微軟的訂單 認證都過了 所以訂單都拿到了 那接下來呢 他目前Google跟Meta也在認證 那如果認證過呢 等於四大雲端業者的單 都在他手上 那AI伺服器是下半年放量出貨喔 那他伺服器放量出貨 你說兩尾會不會放量出貨 一定會嘛 一定會嘛 這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由上到下的邏輯啊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營收獲利 有機會創高的情況下 股價低檔剛轉強 這個當然要持續去做留意啊 你看股價是不是也整理了一個多月 然後站上月線去轉強 我是認為他有機會挑戰這錢高108塊 OK 這也一樣嘛 給大家做個參考嘛 那其他你看我說 老朋友送獲利他在月線附近 也在月線附近震盪 好不好 還是要持續守穩月線 那你看材料王者 我昨天有告訴大家他是誰嘛 今天 欸 也慢慢上來囉 有沒有也慢慢上來囉 昨天是漲了2%多嘛 今天目前漲了1%多嘛 也慢慢上來喔 他就在慢慢墊高 如果突破這個錢高 突破這個錢高 突破錢高65.9的 你就放場來看 突破錢高65.9的 是不是突破這個大整體平台 看得出來嗎 這個大整體平台會突破 當然就是要往前高挑戰 77.2 所以呢 他還沒有突破之前 原則上 這都是布局的機會 好不好 這也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說了 資金輪動 6月下半月 你要把它賺回來 這是6月的獲利行情 上半個月沒賺都沒關係 但是 下半個月 你要把它賺回來 新的光輝 這一條 我們先看他基本面好了 基本面他是什麼 AI伺服器的電源 跟誰很像 跟梁瑋很像對不對 但是他的產品是不一樣的 OK 這個題材我先保留 但是他的產品是不一樣的 我只能跟你講 他的這個AI伺服器的營收佔比 會提高到 會提高 好不好 我就講這樣就好 會提高啦 營收佔比會提高很多啦 今年預估獲利 5到6塊 今年喔 預估獲利5到6塊 目前本益比只有13倍 目前本益比只有13倍 所以他的本益比只要往20倍靠攏 只要往20倍靠攏 大概就四到五成的上漲空間 有沒有所以我說了嘛 六月下半個月資金會輪動 會輪動到哪 第一個就輪動到那種 產業局勢向上 但是股價整理很久了 就像重電 我跟大家報告過 像PK功率放大器 那第二個呢 會輪動到哪裡 輪動到先前有強勢過 但是六月上半個月 股價再整理 股價再回撤 這個也會成為資金輪動的標的 那新的貫匯就是這樣 前面漲一波 六月上半個月 股價再整理 整理在月線 這條黃色線是上升趨勢線 也是月線 整理到月線轉強 你看我們佈局 是不是在月線這邊佈局 有沒有 我們佈局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佈局之後 慢慢漲 慢慢漲 今天股價已經來到這前高附近了 我在錄影前 他差 一雙 幾腳 差幾腳就要創高了 那你看嘛 我們新的光位是哪時候就買了 6月13號買的 6月13號買的 那買之後他也沒有一直噴 也沒有 慢慢漲 今天股價 你看這個紅黑棒有沒有看到 今天股價已經準備突破千高 我不知道現在突破了沒 我在錄影 我現在在錄影 我不知道他突破了沒 但是我要來錄影之前 他已經差幾腳 差幾腳就要創高了 那我說過 股價回撤後 轉強 突破千高會幹嘛 容易加速噴出 所以呢 AI股裡面 你現在去找這種本益比13倍的 很難啊 真的很難啊 那我說了嘛 他往20倍靠攏 他就是新標股 他的股價只要往20倍靠攏 他就是新標股 上漲空間就有四成到五成 噴出錢的節奏 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把握最後的布局機會 好不好 你一定要把握最後的布局機會 六月下半月獲利行情才剛開始 獲利行情才剛開始 前面資金輪動 接下來呢 整理過的個股呢 就會成為後面市場上的主流 就像新的光輝一樣 上半個月你看很明顯嘛 股價是不是整理 整理了大概一個多禮拜嘛 將近兩個禮拜嘛 然後呢 在月線轉強 所以呢 他的股價只要往20倍去靠攏 本益比20倍靠攏 就有四成到五成的上漲空間 噴出錢的節奏 投資朋友千千萬萬不要錯過 好不好 投資朋友你看嘛 為什麼四月到五月七 四五月也不好做啊 很多人都說五月是超級難做的一個月 大多數投資朋友都沒賺錢 指數雖然一直漲 但是都是全資股在漲啊 那 我一樣帶領會員朋友 可以創造這樣的績效 一樣可以創造這樣的績效 當然第一個 五月的確績績很好 好不好績效真的很好 幾乎沒怎麼賠嘛 幾乎沒怎麼賠嘛 但是六月份我說過 但是六月份我說過 上半個月 也是股票在整理啊 買的時候也是在整理啊 也是在震盪啊 但是我說過嘛 股價震盪有時候是好事情啊 他洗盤洗得越乾淨 籌碼洗得越乾淨 後面攻擊更沒有壓力 更沒有壓力 OK 所以呢 六月獲利行情 現在才剛開始 好不好 那還有很多投資朋友問我精神科 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說過嘛 他跌破的月線我會出場 所以呢 我這個最後啊 只有一部分能有啊 最後剩下一點點的 也就是做一個出場了 好不好 工程生退 工程生退 OK 那 工程生退你就先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你不要去追 我一直說的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好不好 不要去追 因為我說過嘛 之前我們也賣了嘛 大概七成左右也賣掉了嘛 剩加碼單嘛 那 今天也是把它全部出情了 好不好也是全部出情 不要去追 有機會 我們再回來操作 有機會 我們再回來操作 好不好 6419精神科 這給大家做個參考 重點是 現在資金輪動很快 你不一定要一檔真的賺到翻倍 之前五月份有機會 但是現在說實在話很難 只有一些標股一直拉對不對 但是很多 一漲一兩根 哇一口氣呢 殺回月線 投資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很多檔股票都漲了兩三天 之後呢 直接殺破月線 是還殺破喔 還殺破月線喔 所以代表資金輪動很快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的操作方式 一檔 賺20% 五檔一樣翻倍賺 五檔一樣翻倍賺 重點是 我們都是布局這種 股價整理過的 股價低檔轉強的 優質股 獲利空間會更大 獲利空間會更大 所以想要一起參與的朋友 想要一起賺的朋友 趕快打電話 或者在我的LINE群組裡面 LINE群組裡面 留下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會請助理跟你聯絡說明 重壓標股 到底是誰 一起賺錢 OK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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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